這位大廚是當地的東方酒樓出品總監 黎智江,黎大廚 黎師傅,你好 你好 看看這些食材 我們今天準備的是否特別漂亮 是,非常新鮮 準備做過甚麼菜 現在我們先做藝根蒸滑雞 因為藝根是我們現在 這個季節的採集器 是,所以現在拿的是剛剛好時令菜 是 雞也是當地的雞,是嗎 是,我們當地用五穀雜糧 養的 那食材先生,你好營養 好,我們邊說邊做,好嗎 應該怎麼處理 好,我們現在先切藝根 是 我們切小段,先鋪底 藝根是否能吃的 也能吃的 不會說比較苦 這個不會的 切好的這個藝根是鋪在碟底 是 那雞我們怎麼處理 雞呢,我們現在拌一些味道 是 鋪上去,待會就蒸 蒸就可以了 是,所以灑紅蔥頭上 因為這些都是家庭觀眾 自己家裡也有的 鹽,準備紅蔥頭 是 豉油 對 拌勻後,我們把它鋪在鰭筋上 吸收了鰭筋的香味 水滾後蒸多久 水滾後蒸過20分鐘左右 其實我第一次吃這個艾金 本身我對味道和想法是不同的 原本我是會覺得他有甜味 是的 所以我當時就讀 艾草蒸雞是否那種清香的艾草味 但現在的捏筋蒸雞 我覺得它應該有不同味道 好吃 這裡的捏筋蒸雞很特別 口感 再加上土雞, 這是胡蘇雞 肉質很爽 對, 而且吃了之後 就會發現捏筋的味道是淡淡的 完全不會有腸味 只不過是你吃蒸雞的時候 你嘗嘗嘗, 忽然覺得有淡淡的 那種草本植物的味道 在嘴上 對, 有一點點的香味 認節, 真是認節